你们说的藏宝图能发出什么 有没有可能是十把信号枪 真相一直都在你身边 只是你还没发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蓝伟 早上有位粉丝给我发了一张海报 那 就是这张了 我还以为是上线来儿童节模式 定睛一看 原来是国际服的新模式 说是密林之境 其实换汤不换药 就是体验服之前的丛林部落了 哦 关于丛林部落的玩法 我在之前的视频就讲过了 这次主要上游戏看一下 针区服和体验服有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寻找一下 这个模式里的藏宝图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藏宝图 先来看一下 这个模式有没有大改动 首先是出生岛这些图腾 点击气球按钮之后 它们就会爆出物资了 每个图腾只能气球一次 也就是只能爆出一次物资 然后是这个野果 地上随处可见 采加使用后 会有随机buff加成 哦对了 气球图腾会爆出掩体道具 把它们丢在地上 就会出现一个龙头掩体了 然后是地图上的热气球 上热气球之后 点击瞭望 小地图就会显示附近的图腾了 接下来重点来了 其实除了这些玩法之外 这次的丛林部落 还加入了一个寻宝系统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因为进入游戏的时候 没有提示 所以这是个隐藏彩蛋 前几天有位粉丝 发了个视频给我 那是我才注意到的 他当时在体验符的洞穴里面 找到了一个可以挖掘的土堆 按道理来说 正式符上线之后 这个土堆肯定也在 于是我来洞穴寻找了一番 没看到这个土堆 只看到了藏宝图 点击查看按钮之后 地图上会出现一个黄色标记 想必那里 就是宝藏所在的位置了 不过由于这局毒圈已经来了 人还没到宝藏位置 估计就被毒死了 所以还是重开一把吧 同样先来洞穴 捡起藏宝图 在附近逛了一圈 终于找到这个宝藏了 有点激动 不知道能挖出什么 好说歹说 至少有一把信号枪吧 我真是服了 跋山射水就这样 怪不得游戏开局介绍 都没有提藏宝图 原来是这么鸡肋的道具 不过问题来了 如果不捡藏宝图 能不能直接去挖宝 试一下 我逛了一圈发现 没有能挖掘的土堆了 可能是必须持有藏宝图 才会出现这个土堆 或者土堆是随机刷新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挖出来的东西 毫无作用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